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TKT Channel 我是主持人TK 又一个礼拜的过去农历新年 也在这个礼拜度过洋年开始 敬祝大家洋年喜气洋洋 新年快乐 在NBA正好呢 也在过年时候呢 也是所谓的All-Star Weekend 他们进行的所谓的明星赛 他们在也等于是NBA一个球季里面的 半场休息时间 他们进行的所谓的明星赛 而我们关心的林书豪 今年在明星赛上没有任何的活动 他也利用过年假期 跟家人团聚到东岸看他弟弟 那在明星赛周末之后 在美国的时间礼拜五 胡人队进行的这个下半场球季的第一场球赛跟Nets 比了一场球 而这个林书豪呢 在上场时间来讲他有了24分钟的时间 而他的投球命中率 投9 进6 算是相当不错 而他也得了全队的最高分18分 就是罚球呢 稍微弱了一点 投罚8球只进了5球 所以他今天其实很有机会拿超过20分 但是最终呢 以18分结束了这场比赛 算是得分的效率跟命中率都还算不错 而整场球赛呢 胡人队仍然是败下阵来 这个胡人队的教练 他对于下半球季要如何运用球队的球员 到底是要怎么样来调整 到底是继续摆烂 还是要有一番新的作为 教练在赛前跟赛后有了不同的这个讲话方式 赛前他说他要考虑要调整这个下半季的球季的这个球赛 球队的这个先发跟后板凳球员的这个名单 那可能会考虑让Nick Young来打先发 到了这场球打完之后呢 他对球场上的这个球员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意 尤其是他觉得有太多流于单打独斗的这种进攻方式 没有打所谓的teamwork 所以他有点就是说撂下话来说 他可能考虑要整个line up 整个starting的line up都要做调整 就是把所有的先发球员都要换下来 其实呢他在上半季的时候 他已经做过一次调整 那时把林索拉下来 把Buzzer拉下来 换了两个新的球员上去 但是呢球队的战绩依然很烂 那现在他想要又要换 这让人有点摸不着头绪 之前呢他又说要让新进球员要磨练一下 让他们有更多磨练的机会 听起来仿佛对于战绩不是太太看重 仿佛就是要磨练球员为主 然后让球队呢能够平平顺顺 等到季末排入前倒数几名 能够获得优先选秀权 这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目标 因为在这个选秀截止日期 他们没有任何的动作 没有补强任何的球员 也没有交易任何的球员 包括林苏豪 所以呢大家都相信 站在球队经营的立场就是要摆烂 让这个球队在最后能够顺利的挤入 倒数的前几名 然后获得优先选秀权 但是呢斯考特在今天的赛后就说 他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他想要调整整个球队的这个先发阵容 这真的是让人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因为目前来看 胡人队的先发的确是以培训新人为主 那你对新人不满意 就要让老人出来打 那老人也是你原来不满意的阵容 那你还能够变化出什么样的阵容呢 而且今天我们在球场上看到 他的调度今天不错 算是让林苏豪打了蛮长的时间 也让他钻打得分后卫 那今天这场球赛 林苏豪表现算是不错 他打他得分后卫 算是有了不错的表现 也适得其所 有很好的发挥 那他新的球季 不是说新的球季 下半季之后 他是不是要继续打得分后卫的角色 或是不是回到先发打后卫的角色 得分后卫的角色 值得期待 林苏豪这一季 他要在胡人待定了 然后等到暑假的时候 放暑假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要重新议约了 就是要看是不是有球队要雇佣他 要愿意给他一个合约 目前看起来他的合约 基本上是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只是说可能是属于 后补的控球后卫 或者得分后卫 那薪水也不会太高 大概三到五个M左右 到时候看状况 火箭队他们也撂下话来说 可能想要往罗林苏豪回去 因为他那时候是薪水太高 要不然他们愿意保留林苏豪的一席 球员的席位 事实上到底如何 谁也不知道 现在就是到处放话 因为放话不要钱 说谎不犯法 那在这种状况下 林苏豪希望能够保持 今天的一种表现 打得分后卫 因为他在哈佛念书的时候 他也是打得分后卫 对他来讲 适应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假如能够跟 比较老练的Ronnie Price 来搭配 由Ronnie Price来做控球后卫 那他来打得分后卫 我相信他们两个合作起来 应该会比较顺一点 那今天我们看球队上 这个五湖人队的表现 基本上球的确不太流转 因为球队里面有两个大黑洞 一个黑洞呢 就是他们的中锋 Jordan Hugh 另外一个黑洞就是Nick Young Jordan Hugh呢 这个人是打中锋 而他打球实在是令人很生气 因为球到他手上之后 他没有其他的事情 也没有其他的动作 就是转身投篮 转身投篮 他不晓得要把球 可以往外调 往内调 往内 就是等于说 来来会不会是打高低的方法 把球可以往里面塞 他就是一直 拿到球之后 基本上就是会投 你也不希望 你也不用想象 他会把球传回来给你 我们今天看到 林舒豪在好多次的时候 站在外线非常控的地方 在那边挥手 但是呢 没有用 Jordan Hugh 他拿到球之后 他的眼光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篮筐 也许 这是他打球的习惯 也许 他是为了要拼今年球季 结束后的一个合约 所以他要刷新自己的数据 但是我看起来 他大概 说实在的脑袋 想法可能没有那么复杂 他的眼光只有一个篮筐 他想打不出其他的战术 也不会想到 怎么样让球队 其他的球员表现 重要的是自己 也要把分数拿下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Nick Young 他在封的时候呢 也许会 在三分线外时常封尽很多 令人感觉非常惊讶的三分球 但是在不封的时候呢 基本上 怎么投都投不尽 今天的状况就大概 属于后者 怎么投 怎么不尽 让人看得非常生气 明明就是没有什么机会 机会不好的角度 他还是要 勉强出手 于是出手又不进 基本上就是像是独夫一样 而球队的另外一个射手 威尼顿今天也是 面包连连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命中率 所以呢 整场球呢 就看到林树豪算是 球队相当不错的亮点 那也希望他继续保持下去 基本上 假如说球队里面有 Nick Young 有Jordan Hill这样的球员在里面 球的有转 就像遇到断点 也永远不是一个 连续连贯的一个传球 你就很难打出一个团体的进攻效率 这也是胡人队 也许也是Baron Scott 他有特别的一个 我不知道他有 要求球员 做好球队 球队流转 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又说过一句名言 你有机会投的时候就投 你有机会传的时候就传 你有机会上篮的时候 你就上篮 这讲的不是废话吗 那就是球员到底 我觉得像Jordan Hill 他会觉得说 我随时拿到球 我就可以投啊 因为我个子高啊 没有人挡得住我啊 我就只要站在那边定点 投篮就好 你要我把球传出去 我觉得不如让我自己投篮 还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这个教练的 这个教练方法 基本上是 人人都可以当教练 假如照他这种打法的话 打得好就上 打不好就下 有机会投就投 有机会传就传 有机会抢就抢 有机会上场就上场 而且基本上看到 球员上场的时间 都是照马表操课 时间到了第一节的 剩下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会换板凳球员上场 到了第二节呢 剩下大概七分钟的时间 就换先发球员上场 这种调度的方式 的确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简单而没有效率 这是意义盖之日 就是不想打赢的 一种打法 好 今天我们谈到这里 我们希望接下去的 下半球季 林树豪能够有好的发展 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 今天呢 先要为大家介绍一段音乐 阿坤呢 老师今天带来的音乐呢 是最近呢 非常近上礼拜 这个台北的这个 惊喜的唱团 Flashmob Chorus 他们在板桥车站 有了一个快闪的 这个音乐发表 是纪念 或者说是 回忆庆祝 民歌四十年的 一些老歌手的 一些校园民歌 他们把它编辑成了一首 轻快的一个合集 在板桥车站表演 引起了许多的注目 也获得了许多的好评 今天阿坤老师特别 把这首歌曲带来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段音乐 我们的第二月台 A色即将进展的是 开往行李主舰车 31-A请进行 13点 请立方安 开往行李 第65 7次 高速南下 一车 即将进展 请 吴克 前往 第一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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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灿烂 飘雅风 荒豪涌 海中 每个全人共 某人尊阳 云水泪子远游 山家残酉 叶叶不断 几山再度导游 山家残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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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天人共 某人尊阳 祝祷草 颜色游 天 天 高尘的威风 我的家园 处处发动 我是屋檐 不要回首 山国 某人尊阳 祝祷草 监禁 気 нормально 天白有何生存 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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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让我一生 下次一定温柔 下次一定温柔 如果你是走路 我愿是那小草 如果你是那便宇 我愿是那小草 终于你相为依 于是我将知道 当我伴着你 守着你心 为时多莫期 从风起初 光不忘 海岸出沙海 没有夜明天斜阳 天地远海淡淡 就在夜明天盖上 大地远远海淡 天时我们的沙滩山 只能一样最烂 从无望无望 在我里从无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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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